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至吃什么 当然吃饺子啦 冬至吃什么 当然吃饺子 大家好 冬至即将来临 有人会问我在冬至当中会想吃一些什么 是饺子还是烫园 我的回答是年轻人才能选择 我全部都有 也特别感谢基地的工作人员 在隔离期间让我们有这些食材可以让我们享用 让我们也能在隔离当中体会到节日的这种氛围和气息 今天冬至 我们有饺子 还有烫团 当然我不做选择 我两样都要 冬至吃什么 当然要吃饺子啦 好吃 我一般冬至的时候会吃饺子 不过今天饺子和汤圆我都有 冬至了 大家来跟我一起吃饺子 冬至吃饺子还是吃汤圆 我要才做选择 我都要 冬至吃什么 当然吃汤圆啦 冬至问安 再忙也要 记得吃饺子哦 在这里祝大家冬至快乐 记得吃饺子哦 冬至春雨来 新年搅好运 祝你冬至不止快乐 快乐不止冬至 冬至大如年 愿所有的美好和幸福都能如约而至 祝大家冬至快乐 祝你的冬至不止快乐 快乐不止冬至 祝你冬至不止快乐 快乐不止冬至 冬至的汤圆 幸福的汤圆 祝大家冬至快乐 祝大家长安长乐 冬至欢愉 冬至的汤圆 幸福的汤圆 祝大家冬至快乐 祝你冬至欢愉 长安长乐 冬至的汤圆 幸福的汤圆 愿所有的美好和幸福 都能如约而至 郭平祝大家冬至快乐 你喜欢吃饺子还是汤圆呢